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分享一个家常烙饼最简单的做法 柔软多层,凉了也不硬 准备普通面粉260克 少许食盐增加面粉筋性 用200毫升左右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 下手和成光滑稍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型好的面团不要揉 直接放在面板上搓成长条 切成4个小剂子 再把每个小剂子直接压扁 擀成一张圆形的饼皮 刷上一层食用油 油不用太多,刷均匀就可以 撒上些食盐和五香粉 拌进处切开 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这样做出的饼层次特别的丰富 做法也特别简单 还不用做油酥 把底部捏合防止漏油 底部朝下压扁 我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取出第一个剂子 再次擀成圆饼 电饼成余热后刷油 锅热后放入做好的生坯 盖上盖子开上下火 烙至锅内上大气 这个时候能够看到饼已经鼓起了大泡 这说明咱们这个饼已经开始起层了 全程大火了 中间一定要勤翻面 这样烙出的饼柔软不发硬 烙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咱们今天烙的这个饼表皮有一点酥脆 内里特别的柔软 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 做法也是超级简单 感兴趣你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收藏关注哟 感谢您的支持